台湾好雨成灾 接连几日的好大雨在中台湾也传出灾情 台中刷路三条寸旁的水防道路 因为好雨冲刷造成护岸掏空 也导致水防道路塌陷 整条路的裂缝长达60公尺 水利局表示将请相关单位进行施工修复 另外苗栗公管箱苗26线 往旧北河国小的产业道路沿路山崩 不少民众都被困在山上 整条马路出现长长的裂缝 裂缝宽度甚至可以塞进一个拳头 还出现高低落差 裂缝的长度达60公尺 甚至还有大面积崩塌 做了一旁的护岚还有开裂的情形 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卢弼台风带来好大雨 导致杀戮火车站西站前三条寸旁边的道路崩塌 这条道路已经以纽泽西护岚封锁道路两侧 避免不知情的民众误闯 量纯危险 大概五分钟可以到沙路 变成十五分钟 那一大全就对了 对对 就好像地震过后一样 水防道路发生过四次的崩塌或是掏空 而台中市水利局表示 这条路是水防道路 救灾使用设计不像一般道路兼固 索性路旁没有民宅等天气放晴 将会进行相关的附建工程 扑岸的开裂造成道路下线 我们已经请顾问公司进场评估它的一个附建经费 后续我们会提报附建工程来进行修复 而苗栗公管相苗二十六线偷往旧北河国小的一处产业道路 不过地主表示是为了防止泥水滑落农田 才把路挖开排水 由于当地属于私人地 因此还要前往当地实际会刊 找来地主与知名一起协调才能解决 记者台中苗栗综合报道